雖然只是練習賽 但賽前場邊已經擠滿拍照民眾 因為代表韓指SSG登陸者隊 先發的可是前大聯盟投手金廣炫 雖然一局上半就被打了三次安打 投出一次保送 甚至一度滿壘 還好最後只失了一分 二局上半就立刻回穩 演出三上三下 今年35歲的金廣炫 除了在大聯盟拿下10勝7敗的成績 還在韓指累積了158勝 有機會幾年後挑戰200勝 另外受矚目的還有36歲的三壘手崔廷 崔廷第一個打席 打出界外高飛球被戒殺 但第二打席 第一球就急出強勁的川越安打 其實他在韓指20年 已經累積458支全壘打 去年還有29轟 距離里程夜保持最多的467支紀錄 不到10支 有機會在今年球技超越 而球迷最關心的 其實是球性手 球性手一早練打完 還跟教練討論自己狀況 但下午就以身體不適為由 沒有下場 但在美國大聯盟16個球技 除了創下亞洲選手 第一位千安百轰百道 以及完全打擊的第一人 也是第一位拿下破譯合約的亞洲選手 重點是 他已經宣布今年球技結束 就要退休 很失望 會啊 因為沒有簽到啊 我還準備對回球 就要退休了 所以就很可惜 非常可惜 S4G我喜歡的隊 就算是平常日 仍有上千人進場看球 由於球性手的登陸者隊 在台灣春訓期間 至少還有四場的練習賽 也讓他選手生涯的最後春訓 持續在台灣引爆話題 TVBS新聞挨招顯林一邦何信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